薄餅店老闆及師傅拋披薩 拋得出神入化一點都不出奇 奇就奇在他七歲大的兒子Michael 居然都懂得這一門手藝 功夫還非常到家 Michael多次凌空接著爸爸拋過來的薄餅 不管單手還是雙手配合快速拋薄餅 都一樣無法壓不住他 不看Michael雙眼定了精多集中 Michael最後還有個人solo表演薄餅過頸 嘩!多厲害 兒子年紀輕輕 已經有爸爸的九成拋薄餅增存 難怪爸爸都得意揚揚 還將兒子拋薄餅的影片上傳上網 短短時間就吸引超過13萬人點擊 幫到薄餅店賣廣告之餘 看來做爸爸的都不用擔心沒人繼承生意了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黃毓廷報導